今天的信息是 神留意關心和建立你和我 神留意每一個人 當你有愛主的心 神是會留意 神會看到的 神又會關心我們 神又會建立你和我 每一個神都會建立 神不是不理人的 其實人人都需要人留意 人人都需要人關心 而最能夠關心我們的人就是神 神真的能夠留意到我們生命裏面有什麽 其實人人都一定有軟弱和需要 每個人都有 每個人都有孤單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在家長大的時候 你家的情況如何 有些家是怎樣 例如有時留意大兒子 有時留意大兒子 其他人就沒什麽留意的 很多時候有些人就覺得好像被忽略 但是神每一個都留意 並且他留意了之後是會祝福的 我在這個時候 我很想講一個見證 這是我今早聽到的電話傳給我的 這個人 我們星期一的時候都會請他作見證 很特別的一個見證 所以我在這裡會和大家分享 他是很久之前 即是我幾年前 他就是看影片的 而有一次當在一個公開聚會的時候 他就走過來跟我說 他說我看過你很多的影片 並且他就請我去他家為他祈禱 以及為他一些朋友 家人祈禱 他自己都經歷很大的醫治 當他祈禱的時候 他的腰骨就好很多 在網上都有見證 他以前的見證全都整蒙了 但是他今天跟我說 全都可以轉回清 所以我找回那個原本 我會把清的版本放上來 他就說到他在這幾天 有一天說他在吃東西 很特別的 他不是在祈禱 神跟我們說話 不是我們在祈禱的時候 他在吃東西 忽然間聽到耶穌跟他說話 跟他說什麼呢 神說我會令到你賣到那個房子 即他應該是做經紀的 我會令到你賣好房子 你就把這個收到的佣 百分之一 你就奉獻給肯拿的小朋友 他收到這個信息 第二個信息 你要幫助耶穆斯的師父 很明顯很特別 這個真的我覺得很特別 我們都很感謝神 神的認同 第一就是神叫他 他說我會幫你的 你總之聽我說 我會把經濟言言不絕 給你 他說在一段短的時間 其實不是這幾天 應該是一個月之前 因為他有個日數 我就忘記了日數 他就說他賣了五間房子 如果你做經紀 你知道 而且那些房子是很難賣得出的 但是他五間房子都賣了 那他就將其中 即他收到的佣金 百分之一 他就說 他就會明天給我們 我們就 我們所有奉獻都有 全部的紀錄 也都有 我們有 即是奉獻的人 所簽的紙 又我們有核措施 全部核對回所有的數目 即是那些錢 也都在我心態中 有一個很重要的心態 就是如果我做這樣的事奉 而我去拿了任何教會的錢 我就叫做白做 甚至可以失去救恩 我一定不會這樣做這件事 他的錢 我一定會照他的心意去 即是去肯瓦那裏幫那裏 小朋友的侍奉 那我就看這件事 就是神會關心他 留意他 就是他有神的心 神會留意他 然後就跟他說話 就留意他的經濟的需要 我就會供應你的需要 我會為你預備 當你有的時候 你甘心樂意奉悟 我會賜給你更多 叫你能夠祝福更多人 並且他就想 他跟我們配搭 能夠侍奉神 我覺得就是神 留意我們每一個人 他又關心 關心我們的需要 然後他會建立我們 提升我們 那這個人其實 在幾年前認識我的時候 祈禱他都是很大的經歷 即是對他生命都很大的建立 他最近已經開始 因為他禮拜一 他就可以開始來 所以他禮拜一 他就會開始來 在我們的聚會裡面 我都求主提升他 亦都提升我們每一個人 給神誕的使用 我們真的人都有軟弱 很多人都是 我好淒涼 我好慘 我好辛苦 我好不開心 神知道的 神知道之後 神是會幫我們 神會醫治我們的 最重要就是 他知道不是八卦 他知道是關心 是祝福的 好像這個小朋友 小時候 耶穌已經留意 當我小時候 小時候 曾經 有一年 因為我去 那時候 因為家庭的改變 我就去了粉嶺住了一年 神就安排我 很特別去到一間 基督教的小學 在粉嶺 現在那間 我已經變為 幼兒園的時候 是小學 在那裡我聽到 關於耶穌 但是其實 我不是很記得 我只記得耶穌 不太記得其他東西 但是這個 在心裡 留下一個印象 後來 亦都去到 有一段時間 我家人 又將我們三個兒子 放在主學 所以 一段時間 其實神還很留意 但是其實 我當時 都未知道 神是真實的 我只是聽故事 那樣的 心也很單純 當時是會有信的 但是到中學的時候 是沒有信的 因為我覺得那些 可能是安慰人心 但是神很特別 使用不同的人 就幫我 叫我真的知道神是真的 就 給我知道證據 因為我要肯定知道證據 以後 我就要研究 當我研究知道神是真 我就很跟從神 神真是留意 我們每個人的需要 也都在我生命中 我看到很多神的作為 我是很感謝神的 在我小時候 開始神帶你 然後 在我們困難的時候 神也會特別帶你 所以你有困難 你就不要說 神啊 你在哪裏 你就宣告 神現在幫我 神有個計劃 祂一定幫我 就算我不是馬上得到幫助 神一定有祂的方法幫到我 人都需要被注意和關心 如果沒有被注意的小朋友 他會很孤單 可能我們當中有些人 都沒有被人注意 沒有被人留意的時候 我們心亂覺得很孤單 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朋友 長大之後 有些可能沒有信心 跟人交往 於是沒有什麼朋友 做人好像一輩子 都沒有什麼膽量 沒有什麼信心 但是神真是可以安慰我們 將以往的孤單感治好 所有的傷害治好 讓我們重拾起 即是從神而來的喜樂 我都 有時跟一些人聊天 他們都說到 他們被祝福 被醫治 被安慰 最先有一個弟兄 他現在走了 他都跟我說 他說 我上個禮拜 他來了這裡 跟他祈完討 他就很大的經歷 他回到去 他說現在好像變了一個新人 因為他尚在改變中 所以我等待他遲些 再請他分享 其實他的生命 都是很大的改變 整個人好像變了新人 神就是這麼真 我希望大家記得 我曾經怎麼經歷神 神可以以後怎麼幫我 有時有人不代表一定是不孤單 英文有兩個字 一個是alone 一個是loney alone 即是自己一個人 alone 就是孤單 即是有時 可以有很多人一起 但都覺得孤單 為甚麼呢 因為跟那些人沒有甚麼關係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試過去飲 即是 家人叫你去飲 但你坐在那圍桌 是沒有一個人認識的 你坐在那裡 你可能有很多人坐在那裡 而且整個牆都很吵 但你可能會覺得孤單 因為覺得好像不知道 或者找不到一個人 對話的人 覺得很孤單 所以有時 有些人結婚很多年 他都覺得很孤單 因為他跟他的配偶 是沒有甚麼溝通 所以他仍然覺得很孤單 所以有人一起 不代表不孤單 但是有神 就算alone 單 那一個人 都可以不孤單 這個東西 我們學到 將來甚麼迫伯都不用怕 我隨時隨地 都可以經歷到神 而將它解釋為神的工作 神的喜樂 愛臨到我身上 我就會記得 這是神的工作 我就會 任何時間都不會孤單 所以我現在等人 我不覺得介意 我就會在那裡祈禱 或者等飛機 等幾個小時 我也都覺得無所謂 我就在那裡 很輕鬆地親近神 為甚麼人會孤單 和需要關心呢 這個來源就是來自 創世紀人類犯罪之後 當然人是 因為神都說 他說那人獨居不好 人是有這種性 是喜歡和人在一起 不過孤單又不同 即是人喜歡和人在一起 但是孤單感 是另一回事 創世紀三一八字一起讀 天起良風 又說神在園中行走 那人和他妻子 聽見神的聲音 就藏在園裡的樹木中 那地又說神的園的十節 他樹 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 我就害怕 因為我赤身露在我的床 這個講到阿當夏娃犯了罪 他吃了禁果之後 神叫他不要吃 他聽到神的聲音 他就害怕了 他就躲避神 因為當他犯了罪之後 他就很懼怕 有一種孤單感 有一種懼怕感 他就跟神說 他就跟神說 他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 我就害怕 因為我赤身露體 我就藏了 他就害怕了 就是因為人類犯了之後 我們就會自然有一種性 就會害怕會孤單 就算有很多人 就算有很多朋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這樣的經歷 就是有些人跟你一起慶祝生日 或者跟你一起慶祝些什麼 或者是一起玩 接著就 拜拜 走完就剩下你一個人 接著你走回家 或者坐車的時候 可能你會有一種孤單感走出來 有時候可能熱鬧完 都會有孤單感 這一種能夠心裡面 滿足 能夠平安 經常有神的陪伴 這個是其實我們個個都可以學到的 你真的想著神很好 喜歡神 心裡面就會平安 就會安穩 什麼情況都不怕 在我心裡面 我已經預備好有一天 如果真的受迫伯 被人抓去坐牢 因為耶穌的緣故 我都會想著在裡面 我就會特別多祈禱 特別親近神 或者甚至被人打 我都會說 神你是紀念的 神你會祝福的 我就會心裡面說 什麼事發生都好 我都不怕的 好了 第二個部分就是 神一早都留意我們 關心和建立我們 神一早留意我們 由我們未出生 其實又永恆神 已經認識我們的 詩編 一百三十九十節 我未承認的體質 你的眼祖耳看的東西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那一日 你都寫在你的策上裡 我們未承認的體質 當我們是 這個受精卵 在媽媽的肚裏面的時候 的時候 神已經體現 其實我們未曾有存在之前 神已經認識我們 神已經一早 一步一步 神都有祂的計劃 其實很多事情都有神的計劃 好像我自己 我就覺得 我自己我爸我媽 都是比較單純的人 還有Shirley的爸爸媽媽 都是溫和的人 所以她從小到大 她有很多愛 我家就不是很多愛 不過是溫和的 這也是一個神的預備 因為我性格是傾向溫和的 而我太太的性格就是 她經歷過很多愛 她亦都很關心人的需要 很懂得去愛人 這也是神一早知道的 有些人說 那我就不是那麼好 我家是很慘的 不過有時候很慘 我看過人說了一句話 他說 我的慘成為我的榮耀 怎麼會這樣呢 因為當你得到醫治 本來是很慘的 你會有一天 我的醫治很慘的 但我現在已經開心了 我已經有了力量了 這樣的時候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深信 神體重我們 你跟旁邊說 神在留意著我們 神在善意留意著 神在善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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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不要呼呼 有些人會 神在善意著你 神在善意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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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已經體驗 神所定的日子 已經寫在賊上 已經認識我們 在肚子裡的時候 所以墮胎是我們絕對 不要做的事 如果你認識有人 因為某種原因 他是懷人 還會 Ж... 你不想要這個懷孕 千萬不要墮胎 他 覺得我看不到 眼�ON dus 不存在 我們不能以為 眼督看不下不存在 眼督看不下 已經是神認識 神時 當我們把他殺的人 ���율 殺我生存的人 就是一樣 只於他沒看到 但其實他還是有生命 现在我看圣灵不同的人物 神如何留意他、认识他 我们经常记住,神认识我们 就算杀该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罪人 亦少被人看,因为他有矮 可能他又挂拢 所以他又得到很多利益 不过那些人是不喜欢他的 是生气他的 他听到耶稣,他就很想见耶稣 他有一种心,他觉得耶稣很好 他很想得到耶稣的恩典 在这个经文说到他见耶稣 又受耶稣的反应 《路加福音》十九章二节 有一个人名叫杀该 作税里长,是个才主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 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 对他说杀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先知性的临灵 因为耶稣不认得他 按照人,他是不认得他的 但在神里面,神已经认识他 杀该未曾出世,神已经认识他 杀该一路的日子,他怎样孤单 不开心被人拒绝 虽然他有很多钱 但他是被人拒绝 他的心不开心 但神已经知道神要医治他,安慰他 耶稣走过,他就在桑树那里去看耶稣 走过的时候,耶稣就叫他的名字 说得很惊讶 为什么耶稣认得我的名字呢? 很多人都会很惊讶 其实有很多人在网上 如果大家懂英文更加好 你上网上找 Saw Jesus 即是见到耶稣 你会发觉有不同的异教徒 不同的人作见证 其中有一个 我自己亲自摄录他 不过这个影片我未放上网 我看看有机会 我都会把他放上网 他本身是另一个宗教 但他见到耶稣 然后他就信了耶稣 耶稣一早就认识他 杀该也是 他是被人拒绝 他是真的孤单的 有孤单感 虽然他是财主 他是碎利长 碎利长更加挂钱挂得多 但是他的心灵依然是空虚 但是神日之道 耶稣用很简单的方法 杀该快效能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立刻就打动他的心 立刻他觉得很兴奋 他就跑下来 甚至有些人就攻击他 他说这个是什么人 但是杀该立刻就回应 他就说 我要将我一半的财产 要帮助人 就是我欠人多少钱 我会四倍的偿还给他 立刻改变 看到杀该那种被耶稣的改变的心 我希望大家都说神真的改变 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被人改变的 彼得他也是 这个其中一个点 就是主兴起撒过 就是他本来是一个税令 他之后怎么样 圣经没有记载 但他肯定是生命很大改变的 另一个人就是彼得神 一早留意他的 《路教夫》五章八节 西门彼得寒健 就俯伏了耶稣室前说 主啊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 因为耶稣就上了船 就叫他杀我去右边 接着捉了很多鱼 他就 立刻觉得他知道 他真是从神而来 他就很害怕 觉得他自己是个罪人 他就说主啊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九节 他和一切同在职人 都惊吓 这一网所打的鱼 他的火活西别 他的儿子雅各 若看也是者用 耶稣对神还说 不要怕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很特别的 就是他是很害怕 但是耶稣呢 就回应他的感觉 不用怕 耶稣回应他的感觉 不用怕 并且提醒他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其实神都是同样 对我们每个人说的 不用怕 不用担心 不用不开心 不用孤单 神是医治一切疾病 一切忧伤痛苦 烦恼的 神是会轻起你的生命 你都可以成为 祝福多人的人 那我很感谢神 就是我自己 就是多次的 收到不同的人的 收的信息 哇 你要跟尿师 你跟尿师学习 或者跟尿师一起侍奉 都是神的印证 那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你听神的话 神都会给你印证的 我很渴慕等 希望我们中间有些人 有一天告诉我 有一个人 他说他收到神的信息 神要跟他学习 那我会很开心 就是说 我也希望大家都得到 神这些的印证 其实你不是一定要得到 印证才是神喜欢你 总之你走神的路 神就欢喜了 所以每一件事我们做的 为神而做 神都欢喜了 那我们看到 那个回应很不同 那彼得就说 我是个罪人 但耶稣的回应 是很关心他 不用怕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当你得人的时候 你的人就平安起落 就不再是以前 另外一个小朋友 就是萨姆尔 小时候神已经跟他说话 萨姆尔记上三章十节 耶华又来站着 像前三次呼喚说 萨姆尔啊 萨姆尔啊 萨姆尔回答说 请说 伯仁敬听 其实之前两次他不知道是 当时他就跟着 祭司尼尼 萨姆 跟着萨姆 他妈妈 因为他生了他的儿子 他就 献给神 小时候 把他送去 当时的圣殿 的地方 其实不是后来的圣殿 送给他 因为小时候 小时候都是有敬畏神的心 然后有一晚 神就跟他说话 萨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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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听到 他马上去萨姆尔那里 他说 是否你叫我 萨姆尔说 不是我叫你 接着他又 回去睡觉 又听到萨姆尔啊 萨姆尔啊 接着他就去萨姆尔那里 问 你是否叫我 今次萨姆尔知道 是神来说话 他就说 今次你就要这样说 请说伯仁敬听 他就回去 萨姆尔神跟他说的时候 他就说 请说伯仁敬听 但是那个信息 其实是一个审判的信息 是什么信息呢 就是同意你说的 因为你看重你的儿子 没有看重我 你的儿子是犯姦淫 还有呢 是他两个儿子 犯姦淫 还有呢 是将那些祭物 就是拿来 他们那些祭物 有一部分可以吃 但他随意拿来吃 这样的时候 神是非常之憤怒 那便会说到给他听 就是说呢 两个儿子都会死的 还有他自己也是 听到这个消息 他就立即死了 就是一个坏消息 那这里呢 但是这个 我们看到什么呢 就是神 神会小时候就认识 神会有这个尊敬神的心 他一生都是非常好的 但以来他不听神的说话 的时候 后果是很严重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你听神的说话 神 你喜欢神 神就会留意你 并且欢喜你 神一直笑脸 欢喜你 喜欢你 看到你就欢喜 你是一定无福的 神一定会为你安排你的路 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好像我所说的这个姊妹 她居然 这么短时间 买到五间屋 她都说真的很惊讶 她真的看到神的作为 她就不敢怠慢 她变成当日收到信息 她立即写下 她跟着她做 那我也不敢怠慢 还有我会通知肯罵的传導人 这些钱一定是要指明用途 不可以用在其他用途 这是神亲自指示的钱 怎样用法 神从小就挑选杀母耳 神都挑选我们 你别以为我不行 我不行 这是魔鬼 魔鬼跟基督徒常说 你不行 你不行 所以很多基督徒都相信了 神说的也不相信 我想问大家 你想相信神的说话 这是魔鬼的说话 所以有些说话说 你不行 你做不到 你没用 没有人喜欢你 你以后都是这样 这些说话我们不要理会 我们奉耶稣名拒绝她 整天深信神的说话 我们就看到 撒母耳小小 神已经喜欢她 好了 以利亚 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 旧日来说 是很伟大 为什么呢 因为后来和耶稣出现的 在灯山变形的时候 就是摩西和以利亚 摩西就代表律法 以利亚就代表先知 就是以利亚和她出现的 但是以利亚都曾经求死 因为耶稣的皇后 说我要杀她 如果我不杀 神重重懲罚她 她说我一定要杀到她 但是呢 结果是耶稣自己死了 但是在当时呢 以利亚是很害怕很害怕 甚至求死的 一个最伟大的先知都会求死 即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很惧怕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时刻的 但是神都知道 神知道的 聂王记上十九章四节 自己坐着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 来到一火罗藤树下 就坐在那里求死说 耶稣说 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 有一个天使拍他说 起来吃罢 这里呢 他就 以利亚就很害怕了 他就自己在旷野走走一日的路程 来到他树下呢 就在那里求死 他求死的时候 看到他有一些捆绑 什么捆绑呢 又说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 第一他放弃 第二是什么呢 他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 什么 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这个是一个捆绑 是什么捆绑呢 我要比我列祖 我本来都比他帅 不过现在不帅了 现在被人追杀 现在不帅了 这个其实是一种 自卑感 又是骄傲 我要比其他人 当一不够帅 又会自卑 其实我们个人都有的 不够人好 又会自卑 又要帅个人 其实这些观念都是错误的 最简单是什么呢 神爱我们个人都爱 我们个人都很宝贵 我又宝贵 你又宝贵 我不用比你更好 我不用比你更好 总之我做了神 吩咐我做的事 我就可以轻松了 这样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些压力 但是他就很大压力 就觉得 哎呀 我不及于我的烈祖 这种捆绑 是一个内心种凝蕾 就会令到个人一世都会 如果没有处理 就一世都常常比较 哇 他比我厲害 哎呀 我自己不及他厲害 真的很丑怪 我真的不及人 整天都会看下 有时自己做一件事 跟着那样做 希望他做都没有自己那么好 希望那些人呢 是赞我 他做就不行了 你做才行 这种心态其实都是不好的 就是一种骄傲 亦都是自卑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捆绑 亦都是看到 在这个捆绑的时候 神没有放弃他 神就差一个天使来拍他 拿一些食物给他吃 然后他又再睡觉 睡完呢 又再给他吃 然后呢 跟着就吩咐他做一些事 他就生命被提升了 这个就是看到神一早知道 我们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境况 不同的境况 但是神都知道的 好像彼得 他呢 是要否认耶稣三次 那耶稣也都一早知道 其实一早知道 已经为他祈祷了 然后要如何祝福他 路加福音22章32节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定义 这个很特别的 因为他正要否认耶稣 应该耶稣是骂他的 但是耶稣不是耶稣知道之后 第一个做什么呢 是祈祷先祝福他 为他祈求 叫他不至于失了信心 所以我们明白 神就是这样的心 不过很多人想神 又不是这样的 很多人想神 哎呀神看到我很多罪 神不喜欢我的 神永远都觉得我不合格 很多人就会看这些 为什么呢 因为从小到大被人罵惯 所以这个观念 如果在我心里 是一直在看 我们就要改变了 用这个经文和其他经文 就是看到 当人犯罪的时候 神不只是看到你的罪 神是常常看惯罪人 神是常常想轻起人 神有一次去给我的信息 因为常常有人跟我说 哎呀我犯了很多罪了 神就给我一个答案 他说 你犯了罪又怎样呢 全世界都犯了罪 那你有什么出奇 我个人都犯了罪 这个不出奇 最特别的就是 你肯告诉我 我需要你 我犯了很多罪 我需要你 这个特别 任何人都犯了很多罪 不只是你 包括我 包括我们任何一个 都是犯了很多罪 如果我们的罪 揭出来都很丑怪 有没有一个人 你的罪揭出来 不丑怪 请你举手 有没有一个人 你的罪揭出来 是不丑怪的 请你举手 我们没有人 是不丑怪的 个个都很丑怪 但是神的心 是很宽容的 神是很接纳 神不是去想你有什么丑怪 我要挖出来 丑怪给人看看 神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当你明白 不断的控诉 是从哪里来的 不断的控诉 从哪里来的 从魔鬼来的 魔鬼是昼夜控诉 但神不是昼夜控诉我们的 神是提我们 感动我们 当你一悔改之罪 神是赦免的 所以这个观念 放手 就是说 哎呀 我有很多罪 神不喜欢我 神看到我 神看到我 我会很丑怪 这个观念 我们放下 神看到我 唯有悔改的心 神就欢喜 就是神想着 唯一悔改 神就黑笑 在天堂也要欢喜 神就兴起彼得 就是神的接立 就是兴起人 并且他说 你回头之后 你经过你的弟兄 我就使用你祝福 就看得到 神真是一位 认识我们的神 而问我们的神 对不起 这里上面的字 写错了 上面绿色的字 写错了 这里讲到 犹大 这个人是犹大 犹大出问耶稣 是不是很严重 但其实我们有时 没有留意到 耶稣是给了他警告 和耶稣给了他爱 我们读一下 这两个经文 我们留意一下 耶稣如何和他说话 路加福音22章22节 人子固然要照所预认的去世 但卖人子的人有和了 马太26章50节 耶稣对他说 朋友 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 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着耶稣 耶稣知道犹大要出卖他 但耶稣被他警告 他说 人子一定要去世 但卖人子的人有和了 其实他有另一句说话 就是 这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这些说话在犹大面前说的 犹大听到应该醒悟 你不生在世上更好 那是否应该立刻悔改呢 那你说他库改了耶稣 就不会钉十字架 那神的计划 还有他的方法 不是因为犹大不用说 我为了承传耶稣的计划 所以我一定要出卖耶稣 不是这样的 不是他一定要这样做 而是他自己的心眼 但耶稣都给他机会 告诉他你很严重 警告他 我希望大家都是 我们收到神的讯息警告 一定要回应 我曾经以前有一个教友 以前在我们教会 很久之前 有一次我见到他 他已经没有回教会 我就问他其中一个问题 我就问他 我说你现在不回教会 有没有觉得不舒服 他说现在没有了 以前有现在没有了 我听到 我就告诉他 其实这样很危险 就是说你已经失去圣灵的感动 你快点回到神那里了 就是说他会有这个感动 认救神在他心中做工 但当他开始习惯 不回教会的时候 其实是危险的 就是神会提我们 这个是恩典来的 神提就要回应了 不要像犹大那样 神提了耶稣提了 就照样犯罪 这样的时候 后果就是自负 犹大到今天都很厚悔 他已经在这个火里面 二千年 差不多二千年 很辛苦很辛苦 因为他所受的是 全世界最重的刑罰 因为他知道的是多 但是他违反了神 所以我希望大家 千万不要跟犹大那样 我犹大那样 我也跟他一份 我们一收到神的信息 悔改 走神的路 亲人神 我们马上亲人神 亲人神是最好的 我们是树枝 那些树枝 你炸下来 是不健康的 你只要插在水那里 它迟早会死 它一定是连下棵树才是健康 我们连下棵树 我们的生命就健康 就会被医治 就会释放 然后跟着呢 他捉耶稣的时候 耶稣怎么称呼他呢 朋友 我想犹大人都很惊讶 我来捉你 他叫我做朋友 这句话是表达耶稣的爱 虽然他否认耶稣 他不是准备耶稣 他是出卖耶稣 但耶稣不是说 你有我 耶稣说朋友 真是很特别 很特别的一句话 我希望大家都会记得 就算我们不听话 神都说朋友 神就是这么广阔 他的心很广阔 希望我们整天都记住 无论我们软弱 我们刚强的时候 神都知道 神都知道 神留意我们 也包括留意我们外心 所有的东西 启示录二章二三节 下 我是那刹汉人 肺虎心肠的 便要照你的行为 报应你不觉 就是他会看完我们的心肠 我们的心有多体容神 神都知道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到底有多紧张神 有些人说 我真的做不到 我不懂得如何紧张神 很简单 你用一个方法想 你手手脚脚 或者手指 你哪样可以不要 你可以说 告诉神 神啊你把他割掉 有没有一样东西 你可以不要 甚至头发 你没了都不死 你会说 不要紧 神啊 割掉我的头发 其实这些一切 我们手脚 身体内藏 全部一切 都是神给我们 当我们想到 我们享受的东西 每日吃的东西 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想到的时候 我们就说 神真的好 只是单看食物 和健康 和我们能够听到音乐 能够看到美丽的花 又看到这么多 很漂亮的东西 我们就说 神啊你实在美好 还有我们有圣灵的感动 感动我们 神啊真的美好 那你就学到 喜欢神 你首先 定一个祈祷你做不到 很简单 神啊我喜欢你 我感激你 多谢你 已经是一个感恩的祈祷 神我多谢你 我喜欢你 很简单 还有求主赦免 这两句的祈祷 一句就是求主赦免 第二句就是 神啊我喜欢你 你真是很好 这样呢 你已经肯定 和耶稣有关系 就是求主赦免 还有呢 神啊你真是很好的 我很愿意走你的路 神一定是喜悦的 祂真是看到我们的内心 希望我们呢 就算有些什么不好 我们都说 神啊你看到的 你会醒醒我的心 所以我一定要悔改 认罪 包括闲话 马太十二章三十六节 我又告诉你们 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公出来 说闲话的时候 很多人很开心 不过到审判的时候 他一点都不开心 因为他所有说的说话 句句都要公出来 句句都要公出来 为什么要这样说 为什么要这样说 然后呢 这是另外一个 网络谣言 这些我们都不要参与 第一 有些人觉得 在群组里说的事情都不要紧 或者骂人 有些 我听过有些人 在群组里说一些很伤害性的说话 其实 不要以为群组 你不看到那个人 就不用交账 所有在群组发出的东西 都是一样要交账的 那无论这些负面的讯息 或者人家传给你 你有没有查清楚的东西 传那个WhatsApp 说收钱的东西 都不知道传了多少次 没有一次是真的 但是很多人就会传来传去 那其实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不知道 多少是谎话 凡是谎话的 我们就不要去传说 就是说我们以上的经文 看到什么 就是神 无论我们很快去看 到底神看到什么 我们未出世 神看到 神已经有计划 我们是罪人 神都看到 我们是不及人 神都看到 神都看到 神是接纳的 神是想兴起祂的 神已经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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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祝福祂 然后又大 神都居然会给他机会 又大 要否认耶稣 但耶稣也是会提醒祂 神也都看到我们的内心 任何的事都看到 我想大家正面 神一直在想 神看到我 看从我 是当我们知道有罪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提醒自己 神看到我们的罪 当然我们人也有罪 我们有 即是有时 知道和不知的罪 我们都求主圣灵 但是呢 通常来说 如果你经常都尊重神 你就这样 经常都说 哎呀神看到我很多罪 哎呀我很多罪 神看到神 我不合格 就不要这样想 因为 因为你已经尽力行 你有做得不好 求主圣灵就可以了 就不要经常想 神经常看到我的罪 我不行的不行的 这样的时候 人就很惨 多些想 神欢理我 神看着我 知道我需要的 和所有的闲话 和心中的淫念 因为耶稣说 看几个妇女就动淫念 这人心里已经犯奸淫 就是说 有淫念已经是犯奸淫 好了 这个很特别的就是正面 就是说 我们思念神的东西 和讲神的东西 神都会留意 所有为神而做神都留意 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 那时 定位耶华的彼此谈论 耶华之以而听 且有纪念冊在他面前 记录那 定位耶华 诗念贪明的人 就是当敬位耶华的人 一起讨论 聊天 关于神的东西 关于祝福人 帮助人 神就会侄耳而听 其实我们做的 和神比 是好像幼稚园 和一个超级博士 或者爱因斯坦 根本没得比 神的智慧 看上去我们 真的是小朋友 但神一点都不介意 他都会留心听 这就是神的特色 他会留心听 又会欣赏 现在他有纪念冊 就会记录那些 敬位耶华 你一路想神 神就会记录下 所有 所以你现在的心里面 神啊 我喜欢你 我多谢你留意我 神就记录了 你一天可以记录很多次 当你一天神记录很多次 神一定会祝福你 一路说 神现在在喜欢我 我多谢神 神在爱我 我很感激神 神就会记录了 那就是很容易 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说话 你不断和神说 神就会一路记录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再读一读 耶路华 失以而听 请有纪念策在他命前 记录那敬位耶路华 思念他命的人 就是记录 我们所有 所有思念他 神的命的人 好远记得这个经节 圣经 旧日圣经最后一卷 三三十六节 又是三十六节 这些又是三十六节 对不对 好了 另外就是 神思念我们 我们都思念 神如何思念我们 就是神如何留意我们 神就是留意我们 我们想回 神如何留意我们 就是如何想回 我们世世过 神如何带领我们 还有呢 我们一生的路 神如何带领我们 还有我们心中圣灵 如何做工 我们一直思想 就是说 不只是受落了 我用个比喻 很多人做子女的时候 不懂得感谢父母 到他们做父母 他做父母的时候 原来照顾子女 有这么多心思 那时候懂得感谢父母 很多人对神都一样 觉得神应份做的 应该是这样的 于是对神没有感激的心 但是神给我一个感动 就是我常常要想一下 神如何对我们有心 神如何帮我们 神如何感动我们 神如何安排这些道路 我常常会想回 神如何预先做事 好像在彼得身上 预先为祈祷 神也预先在我身上做事 于是呢 我们就 经常想 结果呢 我们的心就很欢喜了 这个下一点就是说 事实是思想神做的事 下一点就是 如何经历和感受 神的关心和医治 神关心我 我怎么知道呢 这里讲出什么方法 我们读一行先 深信神的关心 用长时间敬拜爱慕神 留意主女的经历 第一就是 深信神在关心我们 这是第一信念 就不要说神不要我 神扔下我 然后呢 亲近神是会有力量的 因为亲近神 神就会和我们一起 有喜乐有平安 然后呢 留意有什么经历 譬如喜乐平安 轻松感动 这些是神做工 立即感谢神 神正在做工 感谢神 好了 下面一行 看平安喜乐感动 都是神的关心 在生活留意神的关心 反思生命力 情内看神的关心 就是说呢 看到平安 平安 感谢神 就是神给我的 神是平安 有喜乐感谢神 神的喜乐来到 神的感动 其实有很多诗歌 你播放 你家里可以 我感谢神 现在诗歌 有一个好的方法 你用YouTube播呢 他播完一首就播第二首 一直播下去 要广告 要广告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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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在讲 这就是 大家ؤ时的 你有感动 你感动 还是有神教的 sympath 而在日常生活,有什麽困难,怎麽神帮你,都是神的关心 然后反思生命的历程,整个历程,看到神的关心 我们怎麽信耶稣,怎麽神关心我们,我们怎麽改变 当我们时时去想的时候,就会经历和感受到神的关心 你越感受到,你就越感激神,你就越说,我真是很蒙福的 那地就会有力,为什麽我这麽喜欢亲近神 就是因为我常常想回神做的事,我又想回我自己的软弱 但我想回我自己的软弱,我就不想,哎呀,哎呀,真是衰弱 而我说,多谢神,你拯救我,我真是那些罪,我不想再犯,我拒绝这些罪 但我以后,我就多些想神的爱,会在神的恩典里面 因为耶稣和彼得,他不是猛地骂他,你否认我三次 耶稣所强调的就是,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业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耶稣所强调就是他念了怜悯人的,不是强调我们的罪 只要我们悔改,神立刻就射面,神就放手了 好了,这里我用一个简单的图一齐读 明白神的关心,享受神,从神得力,不孤单,感激神,关心神 那意思是什么呢?我明白神在关心我,于是我亲近神就享受他 我亲近他有力,那我就不孤单了,不孤单呢?我感激神了 原来我可以享受神,可以用神得力,可以不孤单,我就感激神了 还有反过来,关心神 有些人说,神这么聪明,我需要关心他 神很想我们关心他的东西 圣经里面讲到有些人物,都是很关心神的东西 譬如莎姆尔,摩西,他关心神的角度 彼得,我们看得到保罗,他如何关心神的角度 譬如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为我的同族 犹太人,我宁愿室去救恩 如果他能够得救,我宁愿室去救恩 即是他要关心神的角度,那种程度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又享受,又和他得力,又不孤单 感激神这么好,然后转过来,就关心他 我们一起读,在讨告中,回到伤痛时刻 信神在关心,让神去安慰医治,有神陪伴享受神 这个很简单的图画,就是如何得意治 在讨告时,回到伤痛时刻,有人伤害我们 信神,在那时有关心,现在有关心 如果那时有关心,为什么他不马上把我们的困难拿走呢? 神有他的时间,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世界很多人在受迫伯,受伤害 如果神要将他痛苦拿走,除非马上耶稣回来 如果不是的话,很多人仍然在困难里面 神是一步一步想拯救我们 所以神,因为他给人的主权,他不能立即 比如有个人打着他的儿子,然后神就立即将他的藤条拿走 除非这样的时候,他就经常在人里面不断地做事 因为神给人有这个主权,所以他就会 这些事情他不会拦阻,但是神有计划去救我们 以前关心,现在都关心 然后呢,在祈祷的时候,给神安慰我们以前的伤害 神陪伴我的,神跟我一起的,不要紧的 多大的烦恼都不要紧,神都医我的 然后我们就相信神在陪我,和享受神 你就一步无得医治 就算一天医好一个百分之一 你每天一百日呢,你就医治一百百分之一 所以你就说,神啊,我今天亲着你,神爱着我 你的医治就不止一个百分之一 是会进步很多 我希望大家去保持 其实很多人都说,祈祷是很松很舒服 不过他没有继续 如果我们继续,不要留在那些负面的东西 那些不好的东西,不要再想 那些得不到的东西,不要再想 神给我们什么,我们就感谢神 有衣有食就当之足 不要说我未有,我未有,我未有大屋,我未有什么 我未有男朋友,我未有结婚,我未有生子 不要想的,我就是想我有的 那我们的生命就起落了 好了,我们反过来,关心神和神的事 就像我祖先所说的,保罗 他说,为了我骨肉之亲,我宁愿失去救恩 他都不介意的,我用两个人物 这个就是Kathryn Kuhlman 傅耳曼,简单的就是傅耳曼 Kathryn Kuhlman 他的信息里面很特别的地方 以前我曾经有一次机会 1975年的时候去过他最后一次 不过当时我还未认识圣灵工作 我只见到他按手的人就躺下 但不是很多个人 他跟着就回去 他其中的信息有很特别的地方 我一起留在这里 请不要令圣灵忧伤 不要伤害他的心 请不要伤害我所爱的 他很特别的 他讲到圣灵呢 是讲到他所爱的圣灵 我的圣灵 我喜欢的圣灵 你不要令他忧伤 不要伤害他 因为他真的跟神很真实的关系 他说呢 你看到这些物件在你周围 他说圣灵比你更加真实 就是他跟神的关系是很好的 在很多报道家来说 我觉得他是很好的 就是很有神的心 很挂念神的东西 你们不要伤害我所爱的圣灵 就是说呢 他会关心人 很多时候拒绝圣灵 那我自己都是的 我真的觉得很多人 很多人都是很轻看神的感动 很轻看神 那另外一个就是安卡罗 就是他为我按手祈祷 我经历圣灵的 他是时时都是怜悯人 我1998年的时候 他为我按手 很大的爱涌进来 然后1999年的时候呢 那我就 我们教会也都参与 下一次他再来的聚会 那我就可以受训练 就参加这个服侍队 为人祈祷 那然后呢 服侍队就有一个 有一样的权利 就是可以和他一起吃饭 就是一围一围一围 每一晚有一围 和他一起吃 第二晚就第二围 那我其中那一晚呢 我就 当时来说呢 我就问得最多问题的 那个问题牧师 我是问题牧师 我发问 我说你怎样有圣灵恩高啊 他答案呢 怜悯人 好了 我想问他 他怎样的方法 你怎样祈祷啊 都说怜悯人 什么答案都是 问什么问题 他都是怜悯 就是很特别 那当时呢 他有一个丈夫 和他太太在一起 那个丈夫跟他说 他说 麻烦你为我太太祈祷 他眼里有一粒 当他一为这个太太祈祷 我感觉整间房子是充满爱 我直接当时 立刻哭出来 很感动很感动 哭了很久很久 一直到他为我祈祷 我都一直在哭 即他的爱真的很强 还有我观察过几次 因为我参加了他不同的聚会 那我就观察了一件事 就是他 他不会很快走的 他的聚会完 他就会周围去找人 试过一次在户外 他不是在香港 他就为人祈祷 他跟着他走 就是整个球场 他走完这儿又走完这儿 看有谁祈祷 而且在香港那次 他就如何 他逐间房去 即他在最后外面的大厅 他就不是在大厅 即是大厅祈祷 他就入逐间房 为人祈祷 这个我觉得他很有怜悯的心 这个就是有神的心 去怜悯人 这两个人物都是我觉得很好 就是他关心神的事 Kathleen Kuhlman 就是关心神的心 很多人伤害圣灵 令圣灵忧伤 而安卡罗就是 关心神所关心的事 就是他怜悯人 如何关心神和神的事 就是读 欣赏喜悦神 喜悦亲近神 满足神的心 着急人再拒绝神 而沉溺 第一就是欣赏和喜欢神 经常看到神的作为 那么好 我欣赏他 因为神又救我们 神又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神又感动我们 然后喜悦 你喜欢亲近神 亲近神的琐事 如果你作为一个淡子 就很惨了 又要祈祷 又要看圣经 那就很惨了 以前读书 还要读书 现在毕业 很多人就不喜欢读书 现在还要读圣经 但是当你说神里面有很多美善 有很多美好的说话 很多美好的说话 你就会喜欢亲近神 我是喜欢亲近神 享受亲近神 什么时候都想到耶稣 真是好 然后满足神的心 就是我会想神想的事 我会想做到 神满足什么 有什么满足他的心 第一就是亲近他 第二就是着急人在拒绝神里沉溺 很多人拒绝神 或者基督徒软弱 我们的心就着急 很想去帮到他 下一行 着急基督徒在浪费生命 有神的心去怜悯人 将生命传献给神 就是着急很多基督徒在浪费他的命 他一直信主 但是他一直想着烦恼 想着他要得到什么 得不到什么 想着他要什么 这样的时候 他是在浪费他的命 他是辛苦 快感的基督徒是很辛苦的 专注于神的基督徒是很开心的 急的人是这样的 然后有神的心去怜悯他们 去帮助他们 不是逼人 而是引导人 被人看到神的爱 所以引导他 然后自己将生命欠给神 这个就是关心神和神的事 又亲近他 又爱神所爱的人 去关心他们 好了 就转过来 首先我讲几个东西 第一就是神是爱我们 关心我们 我们知道神的爱和关心 欣赏 如何经历他的关心 还有就是 想要怎样去关心神的事 然后下一步就是 关心人 留意人和关心人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 都是宝贵的 不过都有痛苦 过得有痛苦 有些人忧伤 孤单 有些人很孤单 有些人失眠 有些人憤怒 有些人没有希望 没有盼望 迷惑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 很困难的人 他们都需要我们去留意 关心人 好了 如何去关心他们 第一就是感受和回应 对方的困难和感受 就是感受到他的痛苦 于是我会关心他 关心他的感受 我们一起读 我知道你会不开心 你的情况真的不容易 我感受到你的痛苦 我有为你相同 这几句说话 都是同理心 我知道你不开心 你的情况真的不容易 我感受到你的痛苦 我也都为你忧伤 就是我会感受到你的忧伤 这就是感受对方的困难和痛苦 就是你想像你是他 他有什么情况 可能你觉得他很蠢 你这么蠢的 这样的事都要计较 这样的事都要不开心 他竟然在这个状况 就是小朋友 他跌了一支波板糖 你说波板糖 我不想吃了 跌了波板糖 为什么哭呢 但是小朋友的波板糖 是他很喜欢的 我们说 我又不喜欢这个波板糖 扔了他就对了 他又觉得我们不明白他 但是小朋友跌了波板糖 我们知道他不开心 我知道你很不开心 你因为跌了波板糖 我买回给你 这个就是我们感受他的感觉 而尝试可以令到他的心得到满足 其实祝福人是很多种方法 没有限制哪种方法 欢迎人都可以 笑 我们每个都会笑 不如跟旁边的笑一笑 笑一笑 任何人都可以笑 任何人笑都是漂亮一点的 所以不要论识你的笑 是不是 你觉得人笑都是漂亮一点的 那你就不要论识自己的笑 欢迎人 或者拥抱 或者关怀 聆听都是一种祝福人的方法 还有传福音 为人祈祷 其实你做了任何一件事 神都会永远祭念 是不是很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 真的 第一就是 给神关心 深信神的关心 享受神的关心 然后回应神的关心 然后去关心神的东西 还有关心人 原来留意人 几少的事都好 神了纪念 马口福音九章四十一节 凡因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不能不得上一次 好像这个小朋友 我觉得他有点孙 他家人叫他 你拿我一盒饮品给那个小朋友喝 可能他走过来都觉得 很肉酸 我很怕 但是他都照做 你看他的眼神 有点害怕的 他都照做 因为他拿着他 不是给了他 他拿着 即是跟他拿着 即是有些近距来接触 还有这个人也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寫了二号字 是不是那些难民 有些寫了二号 一号房 这个二号房 就是这些 做在一个小子的身上 就是做在耶稣身上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小小的事做在人身上 经常都是这样的神 常常想到神关心我 我是关心神的人 我又感激神关心我 我又关心周围的人 任何一句说话 任何一个行动 神都欢喜 可不可以做到 难不难 其实不难 你越关心人越满足 你越开心 你会忘记自己的东西 其实我 因为我常常帮人 我都很少挂念我自己的东西 发觉自己的东西 就好像很快搞定 所以我祈祷 其实我 很少为到我自己的祈祷 我说的就是说一句两句 反而我是为侍奉神 你让我祝福更多人 亦都比我更多聪明智慧 做得更加好 我很少说 神啊 我还想要些什么 神啊 我想要些什么 就算我在困难的时候 我都不是这样祈祷 因为我觉得神是一早知道了 所以我很放心 神是留意我的 那时候我们 希望大家 进入高层子的生命就是什么 知道神关心我们 于是我们 关心神的人 又关心人的人 你整个生命就会被提升 是不是很难啊 是不是难得很紧要啊 不是难得很紧要 其实是可以胜过我们的烦恼 中间我们有些人是烦恼的 如果留在烦恼呢 就一世都烦恼的 很辛苦啊 不过我们放手 开始不去紧张那些东西 其实不紧要的 有衣有食就可以了 那些东西不紧要的 我们能够关心人呢 反而我们就更快得意志 我们就会兴起更多人去祝福人 好吗 有几个你想将来可以祝福人的 有几个想的 我希望大家都 你想你现在和神说 你自己开心和神说 神啊我愿意怎样做 我愿意怎样改变我生命 神啊我愿意怎样 去放下我的自我 放下我紧张那些东西 我愿意怎样走上你的路 多谢天父 我让大家和神说一说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你这么关心我们 多谢天父你这么关心我们 多谢主耶稣你这么关心我们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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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啊天父多谢你 因为你常常留意我们 关心我们 提升我们 神啊你的心真的很善良 求你帮我们感激你 宽利你 以至我们得意志 我们自己得知自得安慰 然后我们就去 安慰周围的人 我们都想满足神的心 有神的心意 去满足神的心 神兴起我们每一个 我们中间每一个人 都可以被神兴起的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多谢耶稣的大恩 多谢耶稣大爱 我们更加感谢神 祝福人的时候 我们心里更大的提升 多谢天父 我们要重赞归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